对第一次见到他就是在电梯 感觉他我以为他会很害羞 然后很文静的女生 但是我很喜欢 实际上 但是他应该 应该不能说他是害羞的那个类型 然后也应该不能说他是文静的类型 哇就是很活泼 那个想象的泡沫就破面了 活泼很开朗 我觉得第一次见面都不会就是害羞 也不会尴尬感觉就很好 是 所以才会演的那么的就是很舒服 大家觉得很暖 那现在呢彼此对现在的印象就是一部剧 拍完了之后就是有没有改变大家的印象 哎 来我们王老师来先说说就是经过了一部剧的 这个相处时间 现在对好好是什么感觉 就就觉得好好他人很随和很好相处 然后很聪明 然后他他他是一个天生很会很会很对演技有对演戏很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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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灵感的一个一位演员 哇好高的评价哦 这评价太高了 这评价太高了 徐老师听完了这样的评价之后是感觉是他说的百分之百都正确是不是 有没有一些觉得不太对的要纠正一下的地方 嗯差不多吧 最后那个我是认可的 对我认可很不谦虚啊 哈哈哈哈 那好好的 现在觉得王老师怎么样 现在觉得王老师怎么样 就是我觉得王老师就是一个很贴心的一个男孩子 对他是一个很温柔 然后就真的是很绅士 哇 所以是有我们的那个叶飞沫那个霸道总裁就是非常好的那一面是不是 就是很暖很暖 但是他对但他他他不会像就是剧中那么冷 就还是会 对 就私底下还很暖 没错 谢谢两位老师终于是